終於啊 戰艦之世界也找到我了 那他們這一次呢 因為有新的活動嘛 就是你們現在聊天室看到這個專屬連結 再加新手邀請馬呢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你陸坑的禮包 他先送你500的達布朗 還有200萬的銀幣 7天的加值帳戶 然後呢 這個新手禮包他裡面送了戰艦 兩階戰艦是Mikasa 就像我畫面上看到這個 官方說這個是為什麼會送這台Mikasa呢 因為他血多 然後他有一個自動複跑 在低階戰場上呢 比較好存活 Mikasa之外還送一個天龍 Tenryu這裡 據說皮很薄 所以這可能不適合新手 但是你可以用他來練習就是各種戰鬥方式 因為他速度夠快 然後該有的隊友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新手大禮包送的東西就是 你只要在15場對戰之後 他會讓你選 其中的一艘 四階戰艦 分別是 沈陽 Iso Kaze Kuma Miyogi 跟 Hoshio 今天呢 有個挑戰 我們如果開特定的戰艦 對戰裡面 只要能夠傷害超過 13333 就會抽兩張LINE的點數 所以你們有 祈禱我打得過 來來來 因為我說過了嘛 我的戰術就是血牛戰術 所以我瞄不準沒關係 最重要是 不要死太快 欸不要魚雷來了 靠北中了 完蛋完蛋 沒中 Fuck 他死了 喔好痛喔 先毒 先毒 先毒太多了 再秒低一點是不是 來 有嗎 喔 哇 中了 什麼靠賽 再來 我再打一發給你看 是你嗎 欸你是紅的 有沒有又中了 那個圈圈變成綠色的時候 啊 失敗 我輸了 我的傷害表現是 1455 太少了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要打13333 全速千斤 他節奏很慢 所以我其實覺得就是你如果覺得你反應速度不是很快 你其實是可以玩 因為一切都是 計算 這遊戲靠的是計算 我要開多快前進 敵人多久之後會到什麼位置 我的炮彈 飛多久才能打到他 啊太快了吧 他速度好快 什麼 他速度太快了吧 這次有沒有 有了 打到1600 OK 有了啦又打到1600了 我那個自動副砲開始 開始打那好就是你了 我的對手就是你 東太平洋漁場實價分析時間 操盤手機 欸 不是這樣子吧 大哥 你在幹什麼 你沒在看路啊 有了吧 1900 那就是你了 我的對手就是你 自動炮 我右邊那個命中目標一直在累積當中 喂 他死定了嗎 我覺得他死定了 我 有了 傷害21129 有了 我可以抽獎 讓我們看看新手送的三階船如何 速度真的蠻快的 32KTS 速度真的蠻快的 哇操 魚雷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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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好準 好準 為什麼 我 我 我覺得好危險啊 救命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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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中了 哇靠 四千 哇靠 等一下 可惡 來啦 魚雷來啦 喔喔喔喔喔 我炸六雷收了 耶啊 救命 哇靠 驚險差錯 哎呀 怎麼會這樣 欸 靠北 我們正在大量的進水 我們正在大量的進水 我快沒血了 我還可以撐多久 哇 我死啦 啊 讓我這一場 有做到事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戰艦世界 新手大禮包的直播節目 就是歡迎大家 從我的專屬連結 下載戰艦世界 然後再輸入新手要請碼 KABOOM 你就可以獲得新手大禮包 它有500的達布朗金幣 還有200萬的銀幣 加上七天加持帳戶 二階戰艦 Mikasa 然後三階巡洋艦 Tenryu 都有送指揮官 然後你如果玩了15場 它會再送你一艘 四星戰艦 五選一 這遊戲好玩的點 大家應該有看得出來 就是充滿了細節 戰艦的歷史 然後海戰的時候呢 也是有緊張刺激的地方 有很多計算 不同的戰艦 有不同的戰鬥方式 非常歡迎大家來玩 有多大陸 然後我看見最大陸